大家好,我是小韩,欢迎来到《明寒十一》。 冬天正是吃萝卜的季节,这个季节的萝卜营养丰富,水分充足。 不管是生吃还是炖着吃,或者做其他的美食都特别美味。 俗话说,冬吃萝卜下吃姜,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错。 冬天吃萝卜,它的营养更有利于人体吸收。 那今天,给大家分享萝卜非常好吃的做法。 做法简单,又营养,出锅,满目飘香,可好吃了。 那我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,准备一个白萝卜,去掉头和尾,再把皮去掉。 跟着,把它切成薄片,尽量切薄一点。 家里面有擦拭器的,可以用擦拭器擦成细丝。 最后,把它切成细丝。 切好后,装入碗中。 撒适量的盐。 把它搅拌均匀。 加盐,把萝卜丝的水分腌制出来。 搅拌均匀后,放一旁腌制着备用。 跟着,准备一个去皮,洗干净的胡萝卜。 切成薄片。 再切成细丝。 最后,切成小丁。 切好后,装入盘中备用。 这个时候,萝卜丝的水分已经腌制出来了。 看看,出了那么多的水分。 然后,挤干水分。 挤出来的水分不要扔,留着一会用到。 放入另一个碗中。 再次加入清水。 把它清洗一下。 洗去萝卜丝里面多余的盐分。 再挤干水分。 放到菜板上。 把它切碎一点。 切好之后,装入盘中备用。 跟着,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。 葱白和葱叶分开切。 先把葱白切碎。 切好,装入盘中备用。 再把葱叶切成葱花。 切好,装入碗中备用。 跟着,准备两个鸡蛋。 将它倒入碗中。 加一滴醋去腥。 再把它搅散备用。 跟着,把挤出来的萝卜丝水分倒入杯中。 加四克酵母。 两勺白糖促进酵母的发酵。 把它们充分地搅拌均匀。 搅拌至白糖酵母溶减开。 然后,碗中加三百克面粉。 再用调好的酵母水来和面。 少量多次的加。 边加边搅拌。 把它搅拌成这种棉絮状。 下手揉成面团。 在碗中不好揉面。 把它移到面板上。 好好揉一揉。 多揉一会儿。 把它揉成这种光滑不粘手的面团。 放入碗中。 盖上保鲜膜。 放在温暖的地方, 醒发至两倍大。 接下来, 锅烧热, 倒入少许油。 油热后, 把鸡蛋液倒进去。 快速地炒散。 把它炒成鸡蛋碎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盛出来, 装入盘中。 跟着, 锅中继续倒适量的油。 油热后, 把葱白倒进去。 翻炒出香味。 炒出香味后, 把胡萝卜丁倒进去。 翻炒至断生。 跟着, 把白萝卜倒进去。 翻炒均匀。 把萝卜炒熟。 朋友们, 视频看到这儿了。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, 给我点个赞, 帮忙转发一下吧。 您的支持,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非常的感谢。 再把鸡蛋碎倒进去。 调个味, 加一勺蚝油。 一勺生抽。 适量胡椒粉。 少许盐。 翻炒均匀。 炒至配菜入味。 最后, 把葱花倒进去。 翻炒均匀, 就可以出锅了。 盛出来, 装入盘中备用。 这个时候, 面就发酵好了。 出个手指, 不回缩。 跟着, 面板上扫些干面粉。 把面移到面板上。 好好揉一揉, 排排气。 再搓成长条。 最后, 把它分成四个等份小面剂。 取一个面剂, 揉一揉。 把它整理成面团。 这样重复的, 把其他几个面剂全部揉好。 全部做好之后, 取缔一个做好的面团。 用手按扁。 再用擀面杖, 把它擀成面片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依次, 把其他几个全部擀成面片。 跟着, 把炒好的馅料放在面片中间。 边缘部分不要放到。 再把它铺平整。 然后, 边缘部分刷上清水。 再盖上一张面片。 把它折起来, 捏紧实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跟着, 电饼趁预热, 倒入少许油。 用刷子, 把它刷均匀。 再把萝卜馅料小饼放进去。 表面也刷上一层油, 锁住水分。 盖上盖子, 烙两分钟。 两分钟后, 给它翻一个面。 盖上盖子, 继续烙两分钟。 把它烙至两面金黄熟透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看看, 金黄金黄的。 真的是好香, 好有食欲。 再把它盛出来。 放菜板上。 就这样, 非常好吃的萝卜馅饼就做好了。 看起来就特别诱人。 切开看看。 里面满满的馅料, 真的是太香了。 好吃到停不下来。 有鸡蛋, 白萝卜, 胡萝卜, 每一种蔬菜, 都是营养价值较高的。 平时, 我们可以换着花样的, 把萝卜做成美食来吃。 既营养, 又有食欲。 这样做出来的萝卜馅饼, 还可以做主食。 当早餐都非常的不错。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, 对你有帮助的话,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 我是小韩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见。 拜拜。